我下個月有工作的機球需要出國 那所以呢剛好政府有這個開放的真正 先過來打,把這疫苗打完之後再出國就放心 會不會擔心這個疫苗有副作用 有聽說這疫苗可能會有副作用 但是後來有前衡過就是說到國外去 因為我要跑幾個國家 感染的機會跟打疫苗引起的副作用來講 打疫苗還是相對哪裡 這還是會擔心和服作用 目前是不擔心 反正有副作用之後再說 打後身有什麼擔心給你 沒有,是打後身體完全沒有什麼其他的感情 那會覺得要自己付錢來打疫苗 會不會覺得好像不太頭盜 因為像醫護人們或警察他們都可以一定也被施打 不會,因為我所知道的就是 六百元相對於國外的這個費用來講是很低 會不會覺得說這樣的開放是被排壓過慢 國家是慢了一些 像有些國家其實已經都開始在開打 那隔離的時間 就是說第二季施打隔離的時間 相對於其他的國家也是比較慢 所以可能這一方面應該可以再看看 就是說看能不能說 縮短這個兩季隔離的時間 原本在出國之前如果說政府沒有開放的話 你是打算照常出國嗎 對,還是照常出國 其實今年已經有出過國了 那就是沒有施打疫苗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說自己就要特別注意這些房租 所以要從我們在訪炸的中間 那就是在訪炸的中間 但是來自我整個的相對 但是來自我整個地方 什麽的叫他們 就是本身的血統